同样是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举办的 2013新北克沙比街舞奔杯赛 决赛在三峡客家文化园区热情引爆 参赛队伍不论是在服装还是音乐上 都充满了客家元素 和一般看到的街舞比赛完全不同 由新北客家事务局举办的 2013新北客家街舞比赛 决赛在三峡客家文化园区热情引爆 比赛总奖金高达52万 现场吸引许多学生 以及热爱街舞的年轻人齐聚一堂 比赛一开始由阿伦小红两位老师 示范客家音乐融合时下流行街舞风格 为全场学生带来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 也将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为何我们的街舞 我一直都要用这个字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背板这个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 大家念得出来吧 国语叫奔 客家话叫表 那个就是我之前有解释过了 但是也有我们新加入的 结赛者这个部分呢 并不知道说这个字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要勇往之前 要挑战自己的能耐 挑战自己的极限 这个就是客家的精神意义在这里 客家街舞比赛已经迈入了第三年 今年比赛最大的特色在于 竞赛歌曲必须使用主办单位指定的 109首客家音乐做混音剪辑 客家事务局希望透过这样的创意 将客家元素与新世代年轻人 五亿得作结合 呈现中西粤舞双柄的多元化与丰富性 我们俘语尔格格对受 门店发生战自己的竞赛 thank you 泰芹冤风吹黑漆 擊波 通知给鲜点鼓聊 1982 的dı bekommt 对别人 穿上全球 省共攣 鑫开雨 消火 三彩隊伍無不拿出看家本領來一絕高下 不管是在服裝還是音樂上 皆充滿了客家元素 超水準的演出 讓現場觀眾拍手叫好 經過激烈競爭之後 高中主冠軍為Asshole Troops 大專主冠軍由TPEC來栽精 九大新北新聞三峽採訪報導